政府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為大學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 協助他們獲取工作經驗之餘 亦都提供機會給畢業生 親身體驗內地的最新發展 參加計劃的畢業生究竟要有什麼資格呢? 首先要是香港合法居民 可以合法在香港受僱工作 持有香港或者香港以外的大學或者大專院校 在2019年至2021年頒發的學士或者以上學位 這個計劃沒有年齡限制 有興趣參與計劃的畢業生 只需要按勞工處網頁的空缺 直接聯絡企業申請 參與計劃提供職位的企業 有不少都是大型上市公司 例如騰訊提供多個職位 而且條件都不錯 列明月入有23,000元到68,000元 這個計劃名額有2,000個 培訓期是18個月 僱員大約有12至18個月在大灣區做事 2,000個職位中有700個屬於創科職位 政府要求僱主給予僱員月薪不少於18,000元 有強調僱傭雙方要簽僱傭合約 受到香港法律保障 如果參與計劃的畢業生 發現僱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跟照聘資料不符 可以通知勞工署跟進 若果企業想參與計劃 首先要是香港企業或駐港內地企業 要同時在香港和大灣區都有業務 當然也要有香港和內地的商業登記證明 和其他有效登記 整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政府會向企業或機構發放津貼 企業每聘用一個畢業生 政府會提供每個月1萬港元的津貼 不過僱員最遲要在今年8月31日或之前入職 津貼期最長18個月或直至2023年第一季 以較早者為準 另外要提供企業或機構名義的本港銀行戶口 以便政府過訴 政府建議每三個月以郵遞方式申請津貼 如果有其他問題 可以到政府網站了解更多